今天的课程 天父我们谢谢你 主啊 谢谢你拣选我们 在创始之初 在耶稣基督里 主啊 也谢谢你 主啊 让我们每个同学 我们有一个呼召 有一个共同的意向 可以进入到华夏福音神学院 我们有这个 九个多月时间的造就学习 亲爱的主 求你胜利来引导我们 这一段时间的学习 主啊 让我们的心都归向你 让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 谦卑的受教 主啊 也谢谢你拣选 这么多优秀的老师 来到我们中间 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可以 主啊 效法你的样式 学习你的样式 做你的门徒 跟随你走天路 主啊 求你来祝福我们 众同学 无论我们在哪里 在世界各地 主啊 都求你来保守我们 成为当地的祝福 像呼扰亚伯拉罕一样 把我们从中国 呼召出来 就让我们能够跟随你 主啊 无论走到哪里 那块土地 都是你赏赐给我们的 让我们成为当地的 那个那块土地的祝福 那个国家的祝福 也成为那里的 中国新移民的祝福 亲爱的主 使用我们 主啊 这十几课 我们这十六课的课程 每一课 主啊 都是我们祷告 寻求主 你让我们传讲的 主啊 让同学们 经过这些学习 装备自己 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 为主打美好的仗 谢谢亲爱的主 我们把今天的时间 恭敬的交托 求主圣灵来引导 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大家关掉视频吧 关掉那个声音吧 我们今天要听老师讲课了 大家可以关掉 那感谢神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是我们的这个神医院的意向 还有我们个人的呼召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课 那我里面呢 会跟大家讲我们的神学的框架 和我们的基督教的基本的教理 这个非常的重要 给大家打一个好的根基 大家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一课 是华夏福音神学院的意向和使命 那老师呢 是张伯利牧师 这个只有一个学分 那我们这一个学分呢 只有两次的课程 每次将近四个小时 要三个半到四个小时 比较长一点 我们现在在讨论 中国大陆的这个弟兄姊妹 如果不能完成课的话 我们会 这个第二天早上的中国大陆 再有一个时间 这个我放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听 尤其对国内的 国内的如果你上班的 到时你会报一下的 告诉杨瑞牧师 说我们那个时间是不能上课 所以我要换一个时间 包括亚洲的 其他国家的也是如此的 如果你不能保证这个上课的时间 我们要给你第二次的学习时间 就是我们比如说 我今天现在讲课 那我们会录下来 然后第二天的中国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钟 我们放给你们 那由我们东部的通工来负责 这个时间会给你们 然后呢中间也有讨论 有我们的助教带领你们讨论 那如果能够上这个第一课的 那尽量来上这个这个时间的课程 这个比较好一点 好我们看我们这个 第一节我们的使命 那我们的使命的由来 很多的弟兄姊妹说 为什么我们要成立这个神学院 这个我们大家看一个PPT 我们请通工 这来给我放一个PPT 邱阳在吗 邱阳 我们要加邱阳 忘了 邱阳在哪里 杨瑞是我的 我加他 你加他 刚才我 邱阳 牧师需要您讲 邱阳你说一句话 你说一句话 是的 张牧师需要您给我屏幕共享的权限 找到你 要我找不到你人再多 你讲话 好的 是的 张牧师需要您给我一个授权 好 稍等 好的 好的 已经可以了 好的 那我们这个2020年 我们知道这一年是中国的庚子年 这一年发生很多的事情 这一年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瘟疫 这个瘟疫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也改变了国际关系 改变了中美的双边关系 也改变了我们的这个教会的聚会方式 我们都知道 所以呢 这个2020年 我曾经说过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都不要觉得奇怪 那这个60年一次的庚子年 我们知道每一年60次 尤其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 每一次庚子年都是一个一场灾难 那么这个我们 当然我们读到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我们有心理的准备 我们知道这个 末日越来越近了 所以呢 做基督徒的 我们不怕这些苦难的来临 我们也不怕 因为我们有神来带领我们 2020年这场瘟疫呢 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本来我觉得这几天可能会 这个瘟疫会降低一点 但是没有想到这几天东部又起来了 中国的青岛也出来了 欧洲的另外一个塞浦路斯的一个国家也出来了 所以呢 这个瘟疫呢 给我们教会的聚会带来很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冲击 本来我今年呢 是这个 我今年是我的这个宣教年 是宣教年 我今年 有好多的活动 比如我要去耶路撒冷 我要带一个团队 我们有三四十多个人报名 那最后我们都没有去成 我们还得这个赔钱 然后我还要去这个澳大利亚 我还要去香港台湾 那我还要去这个加拿大 还有其他的国家 结果今天的宣教年呢 本来就一月份就要出去 结果出不去了 就因为这场瘟疫 那这瘟疫呢 给我们教会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们看到德国总理默克尔 有一次在电视中他讲了一段话 他说人类历史 2020年将是一个分水岭 将来的史学家 将分成2020之前年代 和2020之后年代 我们非常不幸的见证了这个历史 那么从这个观念来说 那我们这个疫情会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我们不知道 那这个默克尔总统呢 他讲了一段话 他带有一种前瞻性 他说人类会在2020年前和2020年后 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 那我们这代人算幸运呢 还算不幸呢 所以我们见证了这段历史嘛 我们是在历史中经历的人 那我们可以 这个漠视历史的 在我们身边像水一样的经过 那我们也可以来写历史 每个人我觉得上帝在一个特殊的时期 对人呼召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在保罗 使徒行传保罗的时代 那是一个教会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当教会在耶路撒冷兴起来 他们遭受了这个犹太人的逼迫 他们不仅遭受犹太人的逼迫 他们后来又遭受了罗马政权的逼迫 这双重的逼迫 使教会呢 很多人以为教会就走不下去了 以为那就像丢大 大家知道圣经使徒行传有个丢大 丢大起来 这是加玛列说的嘛 聚集四百人 他们自称基督 然后呢 最后也做鸟兽散了 他们以为基督教就是这样 但是保罗这位伟大的使徒 他抓住了这个历史的时期 他开始建造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所以保罗他有四次宣教 第一次从这个安提亚出发 到了居比路 就现在的塞浦路斯 好像最近中国往塞浦路斯移民特别多 据说有200万欧元 就可以拿到塞浦路斯的身份 因为塞浦路斯属于欧盟 你拿到了塞浦路斯的身份 你就可以在欧盟其他的国家工作和生活 那这叫黄金签证 那今天好像我今天听到新闻 就是这个欧盟 要采取反制措施了 可能说将来你拿到塞浦路斯的 真的在塞浦路斯 除非你是出生在塞浦路斯的 你才能成为欧盟的成员 他们也对这大多数都中国的移民 中国有钱人移过去的 那么保罗第一站是塞浦路斯 就居比路 然后呢到了小亚西亚 那最后到了菲律比 最后到了欧洲 到了罗马 所以把福音传过来 三百年来教会面对着这个罗马政权残骨的逼迫 那个逼迫应该比现在中国大陆共产党对教会的逼迫 严厉的不是十倍二十倍而是几百倍 那也比现在这个阿拉伯国家那些对基督教的逼迫 还有严厉可能相当于IS 当时的这个伊斯兰国对基督教的屠杀和逼迫 但是教会不仅没有被从地上铲除 不仅没有被消灭掉 反而教会就像撒芝麻一样 把三百多年把罗马帝国变成了基督教的国家 所以我们这个神学院就是要回头来看 为什么我们要开石头行传的课 为什么要开保罗书境早中晚期的课 所以我们要回头来看这段历史 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借鉴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华夏福音的神学院 我在这里边华夏福音神学院 我提到一个我们的口号 一会大家会看非常的重要 这个还没有讲到这 等我讲到了再放 你先等一会 这个我讲我告诉你 我说你下一段你就放掉了 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默克里讲话很重要 那么一个世界的领袖 看到了2020的一个重要 那么我们作为属灵的领袖 我们圣经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 那我们作为属灵的领袖 我们能不能看到2020年 神让我们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呢 如何我们在这个瘟疫的里边 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呢 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所以圣经怎么说 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的 我们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那我前几天看到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发了一个科学的论文 在Size上 这个论文就讲到说 无论疫苗出现与否 新冠病毒都可能伴随人类 到2025年甚至更远 那么2025年以后人类就能摆脱病毒吗 不是的 这是到时候我们就已经习惯了 这种隔离的生活方式 我们就习惯了这个隔离方式了 疫情的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当然也改变了教会的聚会方式 密集性的传统的现场聚会模式 无法正常的进行 教会被迫开始在线上直播式的聚会 那么我们从三月份开始到现在 我们已经九月底了 我们已经进入了 开始了六个月半年多的 我们这一个线上的聚会 所以PPT先拿下来 先拿一个没有到的 我们这个我都把这讲 我告诉你放 好的 那未来的教会聚会的模式 在牧养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新型的网络教会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而网络直播的平台 新媒体的传播技术 也为教会的主日崇拜 以及多媒体的教育事工 比如说像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 青少年的主日学 那么小组的聚会 团契的聚会 神学教育 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式 那这个方式呢 如果你开始的早 那大概你就会 这个 动足先机 节足先登 你开的晚 你可能在这个时代上 你会被甩下来 在这个列车的改变上 所以呢 我们华夏福音神学院 就是在这个大环境建立起来的 那我们学校的目的呢 就是通过网络和媒体的 这种模式方式 训练出更多的教会的领袖 培养他们的领导能力 用圣经的话语来装备他们 帮助他们成为分享话语 牧养群羊的领袖 成为全方位的新时代的 建造教会的领袖 邱阳你给我拿回来视频 让我看到同学 这个不要 让我看到同学 你就点一下就好了 不要那么长时间 这个 我看到同学 我讲的时候 我就知道对谁讲 否则我讲的 越讲越枯燥 那非常好 现在我就看到你们了 那所以呢 我们的目标是 培养代职的传道人 不是全世界的 我们的目标 也不是培养神学家 我们的目标是培养 神国的精兵 是培养那些 在第一线 可以有的能够单兵作战的班长 或者是排长 这个就差不多了 我们如果你能够 我们大概一个班 一十几个人 如果你能牧养十几个人 那我们神院已经达到目的了 如果你能牧养一个牌 二三十个人 那我们就超额完成我们的想法了 那如果你能成为一个连长 你牧养就一百多人 那你变成大教会了 所以未来的 其实在美国的教会 华人教会 大多也是以五十人左右的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人数的模式 超过五十人 那个就属于比较难 超过五十人有什么难的呢 超过五十人就要场地的限制了 你必须要租场地 你就花钱了嘛 对不对 你超过五十人 你必须有通工团队 超过五十人就要儿童施工 或者青少年的施工 那么这个超过五十人 你就得有全时间的传导人 那这全时间传导人 你就需要配薪水了 那你教会的经济上压力 奉献上的要求就更高了 所以那这个是一个 一个五十人 是一个在北美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人数的标志 就是五十人 那五十人以下的教会呢 那就不需要 基本上不需要这些 这些这个要求 所以呢我们的目标呢 是训练现代高素质的 高质量的 带直服饰的传导人 所以呢 那对我们 对我们的学生的要求呢 我们需要他们有扎实的圣经基础 就是我们以圣经为根基 我上次开学店里 我讲过 我们不是以神学来认识圣经 不是我们从改革宗 雅梅念 五熏宗 或者其他的神学 或者是其他的宗派 圣公会 长老会 路德会 或者是门多会 进信会 这会很多 我们不是从他们的神学框架 来认识圣经 我们是回到圣经的本源 来认识圣经 所以我说 你认识 就像你认识黄河 不是从甘肃认识 不是从山西认识 不是从河北认识 不是从山东认识 不是从河南认识 也不是从山东认识 我们从黄河的本源 来认识黄河 那所以呢 因为 你要想读神学 我在神学里读了多少年 我在正道读了三年半 然后我又到新加坡 读了八年 然后我又来回到美国 读了林肯 读了一年多 那我大概读了 十几年的神学院 我还在Viton College 做了一年的这个旁听生 那我读了这么多年神学院 我现在读的神学的框架 和神学老师的著作很多 可是我现在基本都忘了 因为你不常用它 你不用就忘了 对吧 那我们读圣经 圣经你每天必须用 所以你就忘不了 那我们读圣经的传福音的模式 你每天都要用 你就忘不了 我们读圣经的聚会模式 你每天都用 你就忘不了 所以我们 华夏福音神学院不单单的是注重 知识的或许 我们也更致力于实践的圣经神学 到灵命的成长 以及侍奉的全方位的一个 这个同工的培养 那我们这一期的第一期的学生呢 我们也没有在学历上对大家有更高的要求 我们是因为我们这是证书科 你只拿到了证书科 你就是完成了一个基本的一个神学的教育的课程 那这个呢 我们没有对学历有要求 那在美国呢 如果你要读硕士学位 你必须是本科以上毕业 你才能够申请硕士学位 感谢神 我们 但是我们这个这159个学生 我们有7个PhD好像读过在美国读过PhD 我们有这个美国有50%多是硕士以上的学位 那么还有很多的本科学位和专科学位的 那么当然了 我们这里面有高中生 还有初中生 这个有几个 这个这是正书科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读硕士 可能在美国 它就不合乎要求了 所以如果我们讲来设计硕士科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 如果你有本科以上的学位 可以申请神学的硕士 那我们的学习方法呢 是回到圣经的源头 从作者文本到读者 再回到作者来精确的了解圣经的原意 所以如果你是 你读过文学 你可能会了解 你拿过一本书 你要想了解谁写的 那么这本书什么题材 有的是散文 有的是小说 有的是报告文学 有的是新闻 那文体不一样 那么他写给谁的也不一样 有的是写给人民大众的 有的是写给某一个人的 你看圣经 你要是路加福音 写给提阿菲罗大人的 对不对 那马太福音呢 那就写给犹太人的 这个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作者 他的本意是最重要的 比如我们读启示录 我最近在讲启示录 启示录的作者是老约翰 他当时写给谁的呢 他是写给启示录 以弗所附近的七间教会 那么这七间教会 代表着他为什么只写给七教会 那以弗所旁边还有哥罗西教会 还有提阿波罗建的教会 那他为什么不写这些教会 他只写检选的七间教会 他其实也是写给所有的当时的教会 也包括我们今天的教会 但如果你解经的时候 你就写给你的教会是不对的 他一定是写不能跳过那七间教会 那这是约翰的最起初的意思 神对他的一个启示 所以我们要了解启示录 我们得了解作者是约翰 他写给七间教会 然后对我们今天普世教会 有一样的应用的意义 那么但是你要了解他 你一定要回到启示录 你一定要回到他的上文下里 他比如他写给这个 士敏拿教会的 他就跟写给其他教会不太一样 你一定要回到上文下里来学习解经 所以我们的神医院也有解经 有讲道的课程 这个大家可以在里边有所学习 那我们也提供了深度和广度 兼具的专业的课程 从理论应用实践各个面方面 教导学生专业的圣经知识 实际的服饰的技巧 以及我们学了以后该如何去应用 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 我们的生命该成长 也应用到我们的侍奉中 建立的家庭教会 那建立团契 也应用到我们在世界上 基督徒该如何活出神的 这个给我们的形象 就是光和盐的作用 那为了培养学生自发性的学习 我们教学的方法是采取讨论式的 比如说我讲一个小时 那你们就要讨论将近一个小时 然后来消化我所讲的内容 我们会分组 当然我们每个组只有十个人 我们每个组或许有助教 过去如果助教不够 我们组里会选一个组长 来带领大家 你们选一个 我们这里边很多是做牧师的 做长老的 做执事的 那么做传道人的 他们就可以做组长 就自己就主动的 组长不是讲话的 组长是让大家讲话的 组长一定要每个人都要讲上话 把我们老师讲的消化 然后我们再回来 把你们各个组的问题提给老师 那老师呢 就根据你的问题来 根据我们的讲解 所以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呢 老师讲的什么 你们讨论什么 老师没讲的 不要讨论 那因为我们时间不够 比如说我们老师今天讲的 我第一课讲我们的意向 那你就谈你们教会的意向 就不对了 你一定谈我们神院的意向 这个就对了啊 老师讲呼召 那你不要讲别人的呼召 你讲你自己的呼召 就OK了啊 你比如说我听到 那个谁 戴德生 呼召为中国 那你讲那 那跟我们的课 没什么太大意义 那就是那以后 你讲到可以讲 但在短短的 这个一条讨论时间里 只有几分钟 五六分钟 七八分钟 那么你一定要讲 我们老师要求你的 消化它 就是这个 就像牛 在吃草的一样的 反复的反处 来消化它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们要有 启发式的授课 那我们也 这个通过这个 启发的授课呢 那我们会看到 你们的对课程的了解 和你们的灵命的程度 那这样我们会重点 知道如何来培养你们 如何来解决你们 现存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学校 有二十多位 优秀的教师组成 大多数受过 良好的神学教育 成熟的灵命 以及丰富的 募绘经验 那这个 那我们大家 你们看你们的讲义 我们这个每个老师 我简单介绍一下啊 张伯利博士是 风鲁华基督教会的院长 那我们 我是风鲁华教会的主任牧师 那我是华夏步道团的主席 这两个事工 华夏步道团和华夏福音神院 都是我去创办的和同工们 那我也是 我是在美国正道神院毕业的 道学硕士 我是美国林肯基督教大学的 教育学博士 今天可以看看这个 这是我的博士毕业证 看到没有 这个很不容易的 拿到很激动啊 这个神院的博士 看这个神院 给我的博士毕业证 那这个是我的博士论文 那这个你要到那个林肯大学的 图书馆去查 才能查考到我这个博士论文 这个这是英文的啊 这个大家看这个 我有我这个博士论文写了 是北美啊 这个北美的华人教会的牧养的 建造和牧养的实践 这个有200我写了 我看有318页啊 这个300多页 所以这个这个也这个 你这几年就写这个一个论文了 所以这个我们 那我们第二个老师呢 这李天峰博士 那他可能也在我们里边 今天 他是美国田纳西的扎城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 他是这个新加坡的TCS College 道学硕士毕业 也叫原来叫亚神 亚洲审讯院 他也读了正道审讯院的教育学博士 第三个是徐志秋博士 是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大学审讯院的副教授 这是一个美国很著名的一个审讯院 这个 然后呢 他是在西敏寺 Wesemerson神学院的道学硕士 改革中的大本营啊 然后他是波士顿神学大学的神学硕士 在波士顿大学读的 那么他现在专职教神学 然后王志勇牧师 他是长老会主文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 美国加尔文大学的神学硕士 所以你没读过神学你不了解神学这个THM 神学硕士比道学硕士还要多读一年 他的原本要求更高 所以一般的神学硕士就可以教硕士 但是你道学硕士不能教硕士 你必须有博士才能教硕士 在美国他有这个要求的啊 第五是周宇牧师 他是那个Reagan University的神学硕士 是美国安提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候选人 就是还没有毕业叫候选人 第六是崔全博士 他是上海万邦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 东北基督教神学院的道学硕士 美国军司大学教育学博士 还有李辉博士 是华人牧者团体的主席 那他是这个一个物理学的博士 但是他因为也做传道人 所以他尤其在安提亚的课程中学的比较 就是他比较有学习和教导 他有经验 所以我们请了他 还有朱建牧师第八个 华人牧者团体的常务副主席 阿布库基华人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 还有施伟博士 西南三一学院的硕士 然后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北美分校的教育学博士 还有燕鹏牧师 是大华府丰盛华基督教会的牧师 然后是台湾道生神院的道学硕士 神学硕士和教母学博士候选人 还有徐真一牧师 是东洛杉矶与丰盛华基督教会的牧师 我们在圣家谷分堂的牧师 也是正道福音神院的道学硕士 那也是我的同班同学 第十二就是杨瑞牧师 是东洛杉矶与丰盛华基督教会的助理牧师 也是美国正道福音神院的道学硕士 张亚琪牧师 丰盛华基督教会澳洲分堂的牧师 也是澳洲华人神院的道学硕士 他正在学习其中 毕业没有亚琪 亚琪毕业了吗 没有毕业 那么第四是张小军牧师 这个军写错了 是军人的军 是丰盛华基督教会 纽约法拉圣分堂的牧师 美国纽约信息神院的道学硕士 还有第十五是赵爱国牧师 是丰盛华教会费城分堂的牧师 那么他也在我们这里学习 也做助教 还有张鸿英牧师 是丰盛华教会长岛分堂的牧师 也是美国信心 纽约信息神院的道学硕士 还有李作涛传道 是我们大华府 丰盛华教会的母堂的传道人 他是代职传道 是美国改革宗神院的道学硕士 还有苏洪传道 是我们丰盛华教会 新加坡安皮亚堂的传道人 他是新加坡ACTS的 college的道学硕士 那么还有王秋阳传道 是我们东方级丰盛华基督教会的传道人 中华福音神院北美道学硕士 还有刘灵毕兄 是北美华夏 布道团的同工 多伦多 城北华人基督教会 国语部的主日学校长 那这个教会是北美最大的 有五千多人 这个教会 是我们最大的一间 北美华人教会 他是美国 这个Texas的一个 大学的博士后 也是这个在网上学习的神学 还有谭建博士 就是师母 张师母 美国欧海俄州大学的生物化学博士 美国达拉斯神学院的心理辅导学硕士 那我们大概现在就是20位老师 那我们还有一些老师要加入进来 我们以后 根据课程来调整 我们的老师 那如果没有教课的 就是做助教 那教课的 我们第一期的课程 我们选的都是博士学位以上的老师来教 除了杨瑞牧师 和这个 和这个 另外李辉 这个博士以外 其他的都是有神学的 这个 THM以上的学位的来教我们 所以我们的学生非常的 非常的好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 意向和使命 第二 我们的意向和使命 第一个是我们神学院为什么要成立 我们成立就是回应这个 疫情 回应这个瘟疫的搅扰 因为大家都不能够聚会了 我们就在网上上课 就有人说 我当年在天门广场成立了一个民主大学 这个大学现在可有名了 在美国研究六次运动都会把这个大学提出来 其实就就几个小时成立了 我们筹位了几个礼拜 最后就几个小时 那为什么呢 因为镇压了啊 那现在我们在网上 那时候我为什么成立民主大学呢 就是因为这个 大家在广场 几十万学生在那抗议 没什么事干 就老喊口号不行啊 我就说那我们要不要点学习 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学习民主 所以我们的民主大学的 那个目标就是民主法治 民主自由 法治 人权 所以我们有四点 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那一会我告诉你 我们今天呢 在网上呢 这个华夏福音神院的目标是什么 异象目标 我们都会讲到 那在讲这之前 我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异象 我们的异象 那我们的异象呢 这个非常的清楚啊 我们的异象是上帝 给我们风中华教会一个特别的呼召 那么圣经说 没有异象 民就放肆 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啊 在真言第29章18节 没有异象 民就放肆 英文的圣经说 翻译成 没有异象 民就灭亡 这个KJV 这个英文版 那么可见异象对一个教会 和对一个人来说何等的重要 那对于我们神学院呢 也当然重要 如果我们的任何的事工 如果不是出于神给我们的异象 那我们这个事工呢 就坐不远 什么叫民就放肆呢 放肆就是原文是随随便便的意思 说如果人的一生 如果你没有异象 你做事情就随随便便 就像我们中国人说 有头无尾 或者是这个随随便便的做 做不成 那么有了异象 我们就可以赤手这个异象 这个跟随着主走到底 那异象的意思呢 英文翻译成Vision 那么Vision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圣经翻译成异象 那我们中国大陆翻译成远景 远景 台湾翻译成愿景 总而言之就是你人生的一个图画 未来的一个图画 那这个图画呢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完成 但是我们可以在灵里边看到上帝 给我们的一个很远的一个图画 就像我们知道 在圣经中 有这个摩西 在和列山看到了异象 大家 你们要上课要准备 一个是老师的讲义 一个是圣经 又放在旁边 那我们现在打开圣经 我们看 初埃及地 三章 一到六节 我们今天要讲到四个异象 一个是摩西的 一个以赛亚的 一个是保罗的 一个是张伯利的 那我们这四个异象 因为我的异象 跟就是我们神院的这个异象 是从我从神那里领受来的 我也跟大家介绍这个异象 所以我们大家要来看一段的经文 我们看 这个摩西和列山的异象 我们知道 当你读初埃及记 你会看到神对摩西的呼召 对不对 摩西我们大家都特别了解 摩西的一生 活了120岁 他有三个四十年 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 都最少活到90岁 我们有三个三十年 就很好 如果当然我们 如果能活到120岁 我们有三个四十年 那当然就更好 对不对 好 回来吧 我们请这个投影 给我们回来 好 我们看到说 摩西有三个四十年 第一个四十年 圣经说 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对不对 弟兄姊妹 你们了解 摩西是有学问的 他在皇宫里边 他是法老女儿的养子 那么他在皇宫里 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那个时候摩西比较骄傲 四十岁之前的人 都比较骄傲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学的已经不错了 你看他这个美国 什么年龄人最骄傲 就是高中生 听那这 他觉得他都会了 跟父母降嘴的 都是这一代人 你知道吗 都是这个年龄 他觉得他什么都会了 当他读完了博士 他发现他什么都不会了 他就会他那个领域里的 那一部分 比如说你读了深化博士 你除了深化以外 你其他的没有什么发言权 你基本不太懂 你学了个物理学 除了物理以外 你什么都不太懂 除非你信了耶稣 你才了解 神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使命 和我们在以神 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要求 所以摩西在旷野里 待了40年 到80岁的高龄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在40岁被法老追杀 他跑了 他自己怕 害怕的跑了 他杀了埃及人 然后他在旷野里 又有40年 这个时候他80岁 这个旷野的40年 他没有做什么学问 没做什么贡献 但是这个是必须的 这个就像我们今天 在神院院里 我们这将近一年的时间 是必须的 如果你没有在神院 这一年的时间的装备 你走出去 上帝这个不知道怎么用你 因为你没有一个装备 摩西如果没有那40年的装备 上帝也不会用他 那40年使摩西变得更加的谦卑 然后他的生命更加的有力量 更有信心 在这个时候神在呼召他 当神呼召他 摩西非常的谦卑 他说我没有口才 我怎么可以代表 你去跟法老讲话 不能的 那神说 我必与你同在 神向摩西介绍了自己 所以我们信这位神 他的名字叫什么 有人说叫伊和华 有人叫亚卫 对吧 有人说叫圣父 这个圣子圣灵 我们很多人没有信主之前 或者刚信主不太了解三位一体神的名字 那这个名字 伊和华 我们以为就是天父的名字 耶稣是圣子的名字 圣灵 是圣灵的名字 其实这个耶和华 是神的名字 不仅是天父的名字 他是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一体神的名字 这个名字叫亚卫 亚卫 所以我们要了解 所以别有天说 圣父叫耶和华 圣子叫耶稣 丢人 你在神院毕业出去 你要了解这个 一定要了解 这个耶和华 这个名字是神 三位一体神的名字 那么这三位一体神的什么意思呢 在出埃及的第三章 耶和华自己告诉了摩西的名字 他说 我的名字叫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自有拥有的 自有拥有的 那么神是自有拥有的 我们会在老师的课程中会学到 起初神创造天地 有没有第二个位格 耶稣基督参与创造啊 圣子有没有参与创造 有 圣灵有没有参与创造 有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对不对 所以呢 但是有一个不同 到末日审判的时候 圣父不参与审判 谁审判 圣子审判 圣父不参与审判 圣子审判 还有谁审判 还有谁审判这个世界 还有我和你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与我们的救主耶稣 一同来审判这个世界 这就是基督徒在地上的一个位分 所以当我们了解摩西的这个印象 摩西是看到什么样了 看到一个分而不回的经济 那个经济大家了解 什么是经济啊 经济就是那个野草啊 一烧 就我们东北那个在风一吹 跑得最快那个野草 圆的像一个圆团一吹呼呼的跑 因为它特别轻 我小时候我爹让我出去打柴火 我都不打那种那种东西 第一个扎人 第二个不扛烧 我们一定要找那种柳条子 我们或者树干 我们背回来扛烧 不要那个东西的 那个东西一烧就毁 那摩西看到他烧耳不毁 这个叫异象 看到他为什么烧耳不毁 所以摩西就去看了 到那里摩西就看到了 叶华就对他说话了 让他把鞋脱下来 然后就对他讲了他的使命 所以这是摩西 大家了解啊 那么这个经济的 分而不回的意向 改变了摩西的人生方向 那你呢 可能这个疫情改变你的人生方向 可能你在神院里的学习 改变你的一生的方向 不管你多大年纪 我们今天的同学里边 我们有80多岁 跟摩西蒙昭一样年龄的 我们有70多岁的 这个博士毕业了 在美国博士毕业了 来读我们的这个陈姐妹 陈矮帝 她是从台湾来的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为什么要蒙昭 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 摩西蒙昭是80岁 对吧 这个80岁 他在蒙昭的时候 他看到了 那个分而不回的经济 他领受了神的使命 然后呢 他完整了神的使命 他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 不仅带出了埃及 他还带出了旷野 带到了加拿地的前面 他完整使命 神就没有让他进入到加拿地 让愣的儿子约书亚来接他的班 带领以色列人进到加拿美地 那是要打下来的 不是说你进去就有了 不是的 所以在生命纪的34章时节说 以后以色列人再没有兴起 向先知向摩西的 他是耶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所以这位摩西啊 历史中有几个重要的人物 你们一定要记住 第一个亚伯拉罕 第二个摩西 然后呢 约书亚 然后撒末尔 大卫 对吧 一直到这个 这个新约圣经里边的 保罗 彼得 以及十二个使徒 那这个一定要记住 当然还有其他的很优秀的 那些使徒 包括巴拿巴 马可 这些跟过耶稣的人 感谢神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意象改变了摩西 如果没有这个意象 摩西的一生会怎么样 放羊啊 对不对 再放四十年 拉倒了 那你看到 但是当人的生命 跟上帝给你的意象 连到一起 你就能做 你自己想都不敢想的事 圣经怎么说 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 眼睛不能看见 耳朵不能听见 想都想不明白的 神对我们的呼召 对我也一样 我会讲的 那么第二 我们看到以赛亚 以赛亚的意象 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 一到八节 我们知道 以赛亚是一个贵族的先知 他一直在宫中做先知 他经历了几个王朝 大概是经历了四个王朝 他是四个王朝的先知 他在乌西亚王 驾崩那以前 乌西亚 这个乌西亚王呢 是一个非常有改革力量的一个王 他在他驾崩的时候呢 他就很灰心呢 他就觉得完了完了完了 可是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了宝座前的意象 如果大家 如果你 如果一定要读以赛亚书啊 以赛亚书被称为 旧约圣经里的福音书 耶稣基督的启示 在旧约里最多的 就是在以赛亚书 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 这个 以赛亚讲到他自己被呼召 你看哈 他说当乌西亚王崩了那一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 遮满圣殿 其上有萨拉佛势力 各有六个翅膀 有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说 圣哉圣哉圣哉 万君之一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权力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以赛亚说 第六节说 有一个萨拉佛飞到我的眼前 手里拿着红炭 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 将炭粘我的口 说炭呢 这炭粘了你的嘴 你的罪也被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我就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拆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为我们去呢 这里边又出现了我们 就是三位一体的神 是复数的 是我们的神 所以除了我们 谁可以为我们去呢 然后呢 以赛亚说 主啊 我在这里 请拆遣我 我在这里 请拆遣我 这个是以赛亚的一个护照 他见到的一下 以赛亚见到了 在一个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 在他人生比较灰心的时候 因为乌西亚王是个很优秀的王啊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 他觉得完了的时候 那上帝向他显现 向他显现的 以赛亚认识到自己的不洁净 还住在不洁的人中间 所以他说 祸在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孙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孙不洁的民中间 你看到哈 一个人如果没有认识神 他不会觉得自己不洁的 对不对 当我们认识了神 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多么的污秽不堪 而且如果不认识神 我们觉得我们的民族还是不错的 我们这个厉害国还是很厉害的 我们认识神 突然发现我们的民是多么的污秽不堪 所以你才愿意为你的民去奔走 为你的民代求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是从中国来的 如果不认识神 我们的骄傲 我们觉得我们中华民族 五千年文化 博大精深 你信什么主 我们不需要信主 我们人定圣天 人可以做主 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任何国家 我们都觉得是蛮夷 对不对 我们管这个日本人叫什么倭寇 他是蛮夷 对不对 我们管美国人也叫老外 到欧洲也都老外 见谁都老外 就我们是老宗 我们如果不认神 我们才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了不起 我们认识神 我们用圣洁的标准 一看我们中华民族 我们是一个需要悔改的民族 我们这个民族 就是一个不洁的民族 一个污秽的民族 一个自我忠心的民族 一个不要上帝的民族 所以就像以赛说 祸灾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我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为我演见了大君王 万军之夜华 所以如果他不见到夜华 不见到这个大君王 他不会有这样的意识 所以感谢神 我们这些神国的精兵 我们认识耶稣 我们被拣选 我们知道我们是污秽的 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 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 以赛亚见到这个异象之前 他会说别人祸灾 因为他是先知 他说你有祸了 你有祸了 结果他见到主以后 他怎么说 我有祸了 我自己有祸了 这个是 因为他见到了神 他的生命就被了改变 所以当神说 谁可以为我们去呢 他说主啊 我在这里 今天我给大家放一首歌 这个那首歌 刚才你们听了 这个 我愿为你去 对吧 就是根据以赛亚书来写的 顶恨手 顶我前行 我只愿和你心意 看万事为 怎么 受苦为小事 看万事为损失 受苦为小事 所以你看我这歌我唱行 我要放他们的 我就违犯版权了 我被黄标好几回了 我就放歌 就不能放的 我们现在我们教会 都得自己写歌 要不然这个在YouTube上 都违犯他的版权 被黄标 所以我们要去 我最近也开始写歌了 你们也可以写 我下礼拜就放一首 我写的歌给你们听 那保罗 我们看到第三个 保罗的一项 这个我们弟兄姊妹 最熟悉的了 对不对 在《使徒行传》第九章 一到九节 讲到了大马瑟 保罗呢 原名叫扫罗 生在基利家 大树 弟兄姊妹要记住 这个城市叫大树 不是那个big tree 不是那个大树 是一个数字的树 翻译出来 这个是一个希腊文化 非常流行的城市 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城市 它虽然是 这个希伯来文化的城市 但是它对希腊文化 非常的开放 所以保罗在那里 学习了希腊的文化 那么保罗生在了 基利家省的大树 是个法利塞人 什么叫法利塞人 弟兄姊妹知道 就是那熟读圣经的人 熟读律法的人 而且遵守律法的人 所以还要热心于律法 所以呢 当教会刚刚被建立的时候 这个叫保罗的 原来叫扫罗的年轻人 他是犹太律法的宗旨的捍卫者 那就像我们过去是 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一样 我们是这个时刻准备着 接共产主义的班 当然现在我们也没有接班 人家也不让我们接班 根本没什么关系 所以我那天讲 我是中国的 现在流行一句话说 村里的官是打出来的 谁家势力大 谁能打就当村长 县里的官是买出来的 你想对不对 省里的官是升出来的 你再有能力 你没有关系 你也当不上省一级的干部 这就是一个专制的国家的特色 那保罗呢 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 是一个从骨子里都有的法利赛人 热心律法的 他看到教会一建立 那他当然反对 所以他就抓那个基督徒 他不仅抓基督徒 他也是这个加玛列的学生 这个加玛列是一个犹太工会的 欺世人之一 这个加玛列呢 是这个是非常有权力的 有能力的 有影响的 所以他保罗能从大祭司手里拿到指令 拿到大祭司手里来抓基督徒 然后呢 他被他遇到了耶稣基督 他的生命就有一个翻转 有180度的翻转 所以他把名字从扫罗改为保罗 那么耶稣对他说 他要为耶稣的名做外邦的使徒 所以呢 保罗从此做了外邦的使徒 对不对 大家知道 所以保罗写了新约圣经中最多的书卷 保罗的书从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讲音信称义 讲我们信仰的根基 第二个时期 讲到教会的建造 各安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第三个时期 他讲到教会领袖的培养 就是提摩太前后书 提多书 讲怎么训练神国的领袖 使徒先知 除此以外还有教师 牧师 还有长老 职士 甚至有女职士 他的教导 就是怎么样来建造主的教会 所以保罗在基督建立教会上 那这个立下的功劳太大了 这个所以没有保罗 有人说就没有今天的耶稣基督的教会 这个也是有他一定的道理 好 下一边讲 这是你们最喜欢听的 就是我的意象 我的意象 大家知道1989年 我参加了六四运动 这个被通缉了 然后惶惶如丧架之犬 就四处的逃亡 我在中国逃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没逃出来 然后我中间逃过苏联 我在逃到苏联的时候 我是被上帝呼召的 我是1989年逃到中国的东北农村 一个信仰 可以说糊涂糊涂的一个基督徒 带我信耶稣的 那么他东北人信什么 东北人信保家仙 当时什么叫保家仙吗 有没有东北人 保家仙就是黄鼠狼 所以东北人 你想这人又不认识真神 他连黄鼠狼他都拜 那个东西扫了巴唧的 你知道怎么办 你知道吗 而且狡猾的要死 黄鼠狼是有一种邪灵的 我告诉你 真的是有邪灵的 我们小时候看到我的同学 有的就被黄鼠狼给蜜了 叫蜜了 就又哭又闹 然后就得那种 神经分裂似的 我们管他叫义政 东北叫义政 这种挺多 而且大多的女生 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就一个女同学被蜜了 那我们的后来 我们就都跑到跟前 拿人针给他扎呀 给他掐呀 上面给他掐死 后来那个说把黄鼠狼掐没了 给他救过来了 因为他为什么被蜜了 他想入党没入上 心里忧愁 你看对吧 这个邪灵 所以这个党 共产党就是邪灵 幽灵 一个幽灵在欧洲大地徘徊 就这个共产党 就从欧洲徘徊到苏联 从苏联徊徊到中国大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马克思说的 这是一个邪灵 一个幽灵 就是邪灵 所以这个大家 所以你不认识耶稣 你不认识真神 你一定是邪灵附体 就这么简单 九千万共产党员 都被邪灵附体 因为他圣灵进不去 这黑暗的全是在他里边掌权 我说你们相不相信 我们东北人 如果你不信耶稣 就拜保家仙 这保家仙就黄鼠狼 胡黄二仙 你知道吧 那个那还有对联的 左联是什么 进深山修真养性 右联出五栋四海阳明 胡黄二仙之位 我小的时候 我都到我二伯父家 那个拜胡黄二仙的 为我都看过那个对联 写的还挺有水平的 把那胡黄二仙的能力 彰显出 你看进深山修真养性 出五栋四海阳明 那八九年呢 我逃了两年 这两年呢 我最大的收获就认识了耶稣嘛 人家向我传福音 他也 他就读过一本书 约翰福音吧 还是我给他读的 他也糊涂糊涂的 那么 但是呢 他这个 有个特点 就是非常爱主 非常爱主 他根本不了解基督教的理论 他也不了解圣经 究竟什么 他就是这个神就比保家仙强 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这个神呢 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神 所以他的老公呢 还拜保家仙 两个人家里有属灵征战 所以我去了 这个 他就带我信了耶稣 然后我逃到苏联的时候 我就蒙神的呼召 蒙神的呼召 我后来两年后逃到美国 我有了一场病 我在病中呢 神也呼召我 那这个后来当我病好了 95年 我就奉献给神 95年呢 我就进了威吞 然后呢 在威吞待了一年 我又到了正道神医院 在正道神医院待了三年半 然后呢 我就毕业了 2000年 我就进入到教会服事 就案例了牧师 我是2001年案例的牧师 到现在正好是 这个20年了 已经20年头了 95年我开始 做中国留学生的工作 我们大家知道 1989年之后 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 留学来到美国 因为六四运动 他们回不去了 美国通过了一个 留学生法案 1991年的 这个四月份 通过了一个留学生法案 当时的总统叫布什 老布什 那么他呢 签署了这个法案 这个法案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中国来到美国留学的 十万个留学生 包括他们的家属 都被大赦 拿到绿卡 拿到绿卡 那么后来澳洲也效法 加拿大也效法 欧洲也效法 后来这个 这一批留学的海外的学生 都留到了海外 那因为六四运动 所以有人说 我们吃的是人血馒头 这个六四的人血馒头 我们吃了 这个最后我们这批留学生 拿到了六四 这个叫六四绿卡 有的也管他叫血卡 叫血卡 那这个说的严重 大家可能我们现在过了三十多年 大家把这卡的颜色都忘了 以为是绿的 其实是红的 是有生命的付出的 那1989年以后 这批大量的知识分子 留在了美国 他们 那个时候美国的华人教会 其实面对着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就是台湾已经实现民主化了 那么很多人开始留学生回到台湾 香港的留学生回到香港 海外的华人教会 就没有人 没有资源来 那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有十几万 不敢进教会 因为中国政府一直说 教会呢 是什么 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 那么教会呢 都是特务在那里边 不能够 那批留学生是不能见台湾人的 见台湾人就见了个 接触了国民党 回国都有危险 没有想到六四回不去了 一回不去了 这教会大门就被挤破了 这十几万人包括他们的家属都几乎 大概百分之几乎百分之百的佣金教会 就没有没去过教会的 那一批就信仰的高潮来了 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信耶稣 是百分之百 你问他去不去过教会 在海外的那一批人几乎没有没去过教会的 所以呢这是一个新主的热潮 所以海外就开始有退休会呀 什么夏令营啊 什么布道会呀 然后呢这个各个教会就开始抓着时间 就开始捕鱼嘛 这个捕鱼嘛 对不对 这就是那时就不是钓鱼了 就用网来捕鱼 那一批一批的信主 所以我们这海外那时候一大批的教会 也被建立了起来 你比方像洛杉矶 我们有这个今天我们有雅历就是那个教会的嘛 那个叫神州宣教教会 就是第一个大陆背景的教会成立 在洛杉矶主要做UCIWA附近的 在那个Torrance那边的这个华人的工作 第二个呢叫华夏 不是我们这个华夏 是张之刚牧师的在 在那个Saint Gable建立一个教会 这都是二三十人开始的 然后第三个叫New Life 新生命在纽约 刘通苏牧师开拓的 所以一个是张路加牧师开拓的神州 张之刚牧师开拓的华夏 然后呢就是这个 这个刘通苏开拓的新生命 New Life 那么这些教会就是大陆本体教会的 这个本土教会的 在海外的一个兴起 这个这是一个最早的一个事工 但是呢当这个热情过去的冷静 使我们这些牧者呢觉得 中国大陆这个族群的事工力不从心 尤其台港台的牧者 他们总觉得不了解中国大陆的这个人的想法 就是摸不到仰处 这个挠不到仰处 不知道该怎么牧养他们 这一批人的特点呢就是信主特别快 就像那个土地 这什么叫什么土地呢 就土浅石头地 这个信主很快 太阳一照 环境一不允许 立刻不信了 所以这个叫 耶稣基督在那个四种土地叫豪土 然后呢撒在豪土的 撒在经地里的 撒在路旁的 撒在石头上的 这四种 所以豪土占大概25%吧 所以大概信主人25% 那个比例 当时比例蛮高的 现在就 现在你达不到25%了 那另外的就是经地里的 路旁的被鸟吃了 这个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牧养的情况 那大家找不到 这个该怎么办 所以我把这个分了四个阶段 我这个你们看讲义吧 我没有打出来啊 没有把它做的PPT 第一个 从1989年到1999年 这十年被称为 归主热潮阶段 就是在海外啊 主要是美国 欧洲也一样 澳大利亚也一样 第二阶段 从1999年到2009年 是建造教会生命成长的阶段 这个里边就建到了 神州是1997年 可能是大概比较早 那华夏是97年 大概是这样子的 那么到了第三阶段 是2009年到2019年 是归国宣教 向外执堂的阶段 那是大量的海归 回到中国 所以中国不管是北京的教会 广州的教会 上海的教会 大量的海归教会成立 对不对 那时候海归特别多 很多的牧师都是海归 你像金明日牧师是海归啊 他是在美国留学的博士 神学博士回去宣教的 那么有很多很多海归 在建立教会 那第四个阶段 就是2000年到2019年 是教会走向堂会制 并自我封闭的阶段 为什么这样说呢 教会开始追求大 因为从韩国教会 从新加坡教会 学到了教会 一定要做大教会 大教堂 我们都追求这个 因为像如意岛的 存福音教会 有80万人 我去参观过 牧师叫赵拥基 那么在这个 这个韩国的 这个爱的教会 也有10万人 这个这个 我也去 在他们教会讲过到 那在新加坡 我们有 Lars Kong 邝剑雄牧师的教会 当时有3万人 那么还有 康熙牧师的 City Harvest 当时有差不多 有2万多人 那么我们今天就有5位 是Lars Kong 邝剑雄牧师的教会的 学生在我们这学习 这个是新加坡的 这个Lars Kong 我也很熟 他们教会 我也很熟 那么 所以呢 这个 这些大的教会的建立 给华人教会建立了一个标杆 所以大家也开始往这走 可是你知道移民教会 想做那么大比较难 但中国大陆也开始 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在尤其以温州为代表的 建大教堂 家庭教会开始公开化 然后来试探着中共的 政府的关于对教会的 这个政策 究竟他们能够忍耐多少 多少人 所以不断的试探 当然我们知道2018年 中共就动手了 把所有地上的家庭教会 全部铲除 教堂拆除 十字架拆除 这从2015年就开始拆 拆到2018年 基本就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 中国教会被迫 又回到文革 或者文革之后的 那一段时间的 七几年的教会的形态 所以我再把这个 成为一个教会走样 堂会必自我封闭 走样堂会了就有墙了 有了墙了 教会跟教会之间 中派跟中派之间 就不太联络了 甚至彼此批评了 比如说改革宗和雅梅念 比如说林恩派跟传统教会 比如说城市的教会 跟乡村的教会 比如说南方人的教会 跟北方人的教会 我们开始就开始分了 我们都以为我们是 唯一的正确的神学 别人都是错误的 我们就以为是这个 所以我管这叫第四的阶段 那到第五阶段 就是2020年到以后的若干年 这若干年会到多久呢 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准备 因为我刚才讲了 哈尔博大学那个报告说 未来的瘟疫 可能会伴随人类到2025年 如果到2025年的话 那2025年是没了吗 不是的 瘟疫人类跟瘟疫搏斗的历史 永远是人类失败 瘟疫没有被制住 我们人类对瘟疫的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天花 我们现在有了方法 其他的没有方法 西班牙流感 一百多年 欧洲死了几千万人 怎么没的 不知道 不是人类治好的 我觉得是上帝出手了 还有鼠疫 鼠疫也在欧洲 包括中国大陆 也一百多年 到现在也没有绝迹 鼠疫 你现在敢吃老鼠吗 中国的老鼠 你绝对不敢吃 对不对 那么老鼠不是产病毒的 鼠疫不是老鼠 鼠疫是老鼠是载体 老鼠把那个鼠疫的病毒 带到人身上来 那么 那还有 非洲的埃博拉病毒 埃博拉病毒到现在 死亡率达到80% 是被封在了非洲 没有出来 如果他一出来 人类就是灾难性的灭绝 没有药可治 还有我们现在的新冠病毒 是SARS冠状病毒的变种 那将来再变成新新冠病毒 新新新新冠病毒 那25年 到2025年 瘟疫就结束了吗 哈尔法大学的报告说 No 是我们已经适应了 瘟疫里的生活 所以不是他结束 所以不要对疫苗抱有太高的幻想 最重要的是提高你自己的免疫能力 然后你保持你的安全的社交距离 所以为什么教会要在网上聚会呢 很多人说在网上聚会不属灵 有圣经根据吗 弟兄姊妹 你们觉得网上聚会属不属灵 你们今天觉得我们在这里属不属灵 有没有圣经根据 没有圣经根据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 耶稣对萨玛利亚夫人谈话的一段 耶稣说 我们敬拜上帝 那萨玛利亚说 我们是在山上 你们在耶路撒冷 哪个队呢 耶稣说不在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在网上用心灵诚实 你就是敬拜了神 如果你就是在教堂里边 你也没有心灵诚实 牧师讲到你在刷手机 看微信 你也不是心灵诚实 你也是没有讨神的喜悦 所以讨神的喜悦不在于 耶稣说两三个人奉我们灵的聚会 就在你们中间 没有说你一定要八十万人 十万人 五万人 一千人 否则就不属灵 没有这么说 没有圣经根据 所以我们要走出一条路来 在疫情期间 神引导我们 环境逼着我们 走出一条适合传福音的道路 建造教会的道路 这个分析 所以我们 我们也可以在冲击中看到转机 大家看我底下也写了七点 第一个 从实体到了云端 对吧 教会也从实体到了云端 都是吧 你们都是吧 然后呢 第二个从墙内到了墙外 我们的现在的贷 我们的教会一个月付一万块钱的 Mortgage 一万块钱的贷款 我们现在都已经六七个月不能用了 所以墙里边没有了 我们只能到墙外 然后从教堂到家庭 现在家庭 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就是夫妻带着孩子 有的有父母 有的有一两个邻舍 两三个邻舍 或者我们小组知道他很安全 没问题 把他们叫过来一起来领圣餐 就这样了 那么还有呢 从信徒到门徒 过去在教会的做礼拜 做礼拜 从年少做到发白 我们就做礼拜 就去教会做礼拜 现在你到哪做礼拜去 你只有成为门徒 所以我们不断的训练 我们今天有十个礼拜的来训练门徒 在训练的时候 神慢慢的感动我们 这种训练要给 普世教会的弟兄姊妹 不仅我们自己弟兄姊妹要训练 所以我们在成立这个神院 来训练世界各地的蒙神呼召的 上帝的儿女 耶稣基督的精明 还有呢 从近处到远处 什么叫近处到远处 我们过去聚会 就是我们这个 Ontario的 我们DC的 我们悉尼的 现在你的网上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参加我们的主族崇拜 对不对 从近处到远处 那我们每个里边的崇拜 我们有非洲来的 有欧洲来的 有这个中国大陆来的 哪里都有可以参加崇拜 那我现在讲到呢 我都可以回北京讲到了 过去做梦都梦不到啊 我我我我入不了境啊 那前几天我在在这个北京的两间教会讲到 这个有一间教会来了电脑就上了四十七四啊 四千七百多个电脑 就是你给这个我在里边讲到 你会看到这个这个网络上五远佛节 所以只要你有心去做主的工作 神就会使用 从近处到远处 还从一点到一片 初代教会的时候 从以弗所的教会 就开出了士美拿的教会 别加摩的教会 推亚推拉的教会 菲拉铁菲的教会 提亚波利的教会 还有这个哥勒西的教会 以弗所为城市中心 向四处的连接 建立不同的教会 像撒芝麻一样 最后就撒遍了罗马帝国 那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这一百五十九位学生 我们每个人都建立教会 我们就连成一片 然后每个人的 像以弗所教会 再开拓十几个教会在附近 那我们又连成一片 最后像撒芝麻 就撒遍了中华帝国 这个就包括我们在海外的 你所居住的国家 这就是你教会的生命力 在疫情深看我们的意向 那么第七 从单一到连接 就是过去我们教会 自己做自己的 现在我们连接到一起了 我们不同 今天我们这一百五十九个学生 有不同宗派的 有不同教会的 有国内的 有亚洲的 我特别高兴有日本的 我那年去日本宣教 呼召出一百多人 要奉献给主 结果有人说 你呼召完唠叨 你不能走 我没神愿 你呼召出来 我们奉献给主 有什么用 没有神愿 没有中文的神愿 那我们现在好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来装备日本的弟兄姊妹 今天很多日本的 我都认识这些同学们 大多都是我去不到 认识我的 感谢神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 应该可以从单一到连接 不同的宗派之间 那个墙都拆了 就像圣经说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在以物所说第二章 那个墙 是犹太人跟基督徒的墙 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墙 是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墙 这个也在耶稣基督 把他拆毁了 因为耶稣基督 在实际上的身体 使我们通过他的身体 彼此和好 所以 那么初代教会的形态 再次的是我们的目标 那我们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他们天天同音 合一在店里的家中 掰饼 存着欢喜 诚心的用饭 赞美神 得中民喜爱 主将德国人天天 交给他们 史东西上第二章 这是我们未来聚会的目标 天天的 every day 不是一个礼拜天而已 只要我们 许可 时间 我们就赞美神 像赵爱国 牧师 他们家天天聚餐 吃饭的时候 就是聚会的时候 父母给孩子掰饼 孩子们分享见证 对不对 有时候把岳父岳母 也接过来 从老人院 这就是聚会 在这个疫情 没有办法来封锁我们 如果在中国大陆 这种形态 这个公安 国保 也没有办法发现你 你这样的敬拜神 这样的聚会 对不对 这是一个 你看 他们 天天的 在店里不行了 那个时候 犹太人把他们赶出来了 那我们今天在大陆 工人堂把你 交团给你封了 你也去不了了 那怎么办 在家中 掰饼 用饭 就是那个爱宴 所以讲来这个家 家庭教会 一定要吃饭 在爱宴里边 丁雍姊妹 像一家人 只有一家人 才一起吃饭 对 不是一家人 你跑人家吃饭 就算怎么回事 出于人请你请客 否则你去不了 吃饭 是有家人的感觉 然后赞美神 就敬拜赞美 得众名喜爱 就有美好的见证 然后呢 神就把德国人 天地加给他们 对吧 还有圣餐 每次的圣餐 我们都会讲得到 所以新冠病毒 给我带来的思考 第一 生命脆弱短暂 第二 何尝需要工人 第三 教堂空间浪费 第四 网络事工活跃 第五 国度的需要紧迫 第六 群羊没有牧人 第七 神的呼召清楚 你们觉得呢 这七点 你们思考一下 这是我总结的 所以我祷告以后 我的回应就是 主啊 拆遷我 我在这里 我能做什么 那圣灵就感动我 其实我在这个 1996年 赵天牧师就跟我说 张伯丽 将来你要建神学院 我那时候还没读神学院呢 我说 你这个 这不是有点 我就觉得 他这个预言不准吗 我神学院还没读呢 我建什么神学院呢 他就说 中国有八大京区 我要建八个神学院 赵天牧师 我的老师 姜德森 赵 那当然他没有建八个 他建了五个 就去世了 华神是他建立的 这个中神 香港的中神 是他建立的 香港的中宣神学院 是他建立的 那么他建立了 还有基督书院 台湾的 他在那做了教务长 那么他参与了 五个神学院建立 那么一下 后边的三个 可能就由学生来完成了 对不对 八个神学院嘛 那我们的神学院 大家一看到 神学院的意象 请打出来 这个我写了一句话 为主得着华夏 抢救亿万灵魂 你们赞同我们的意象吗 就这一句话 你们一定要背下来 为主得着华夏 抢救亿万灵魂 这华夏不仅是中国 是所有的华人 无论他们在哪里边 无论他们在中国的国内 还是在海外 任何的一个国家 这个就是华夏人 所以我们要为主 得着一个最大的族群 最大的卫世之民 我们来抢救亿万的灵魂 我们有14亿人 所以我们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 神愿的意象 那如果这种意象 神给我们了 我们要赤手 从今天开始 你们算第一期华夏人 以后呢 我们可能会办的 几十年几百年 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为了抢救这亿万灵魂 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意象 所以我们的神愿的目标 就培训工人 这个训练门徒 收割庄家 做主精兵 推动中国的福音化 文化的基督化 教会的国度化 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建立 传扬福音 横切祷告 彼此相爱 人人事奉的教会 完成主的大使命 所以你们要把 这个段要背起来 要背起来 我不断要问你们 那我们神愿的意象是什么呢 为主得着华夏 抢救亿万灵魂 一定要记住啊 人说你们神愿干嘛呀 说我们叫为主得着华夏 抢救亿万灵魂 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 非常清楚的威神 非常清楚的威神 好感谢主 那我们来看到说 我们神愿的核心价值 这个非常重要啊 这个大家要记住 这是我们神愿的核心价值 圣经根基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要是 第二个神学装备 第三灵命成长 第四 侍奉忠心 这就是我们神愿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核心价值 所以这个 这些天我祷告 神把这些文字给我 不是偶然的 这也是给我们 这个华夏人的 第一代的华夏人 所以以后 不管你是哪一个教会的 只要你经过了 华夏神愿的训练 你就是华夏人 你就要为主得华夏人的灵魂 好 那我们大家 现在我们休息十分钟 这课就到这里 然后呢 大家有差不多半个小时的讨论 你要讨论我们的核心价值 你要讨论我们的Vision 然后半个小时 我们每个人用一两分钟介绍自己 不要介绍太长 我们请各个组的组长呢 你们来这个 来这个 来主持 好不好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主要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这样清楚的意象和看见 主啊 我们要 主啊 为了完成你的使命 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 主啊 能够为你所用 我们把以下的讨论 宫典的交托 求圣灵来引导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